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什麼東西呢 是我開過史上最大最多配件的一個手機 就是它 ROG Phone 好接下來我們要直接來開箱這支ROG Phone 那在上週的時候我就已經去華碩的關渡總部 然後去了解這支手機的所有的功能跟配件 好那這一次它們出貨的時候 只要你是購買大全配 都會送這一個行李箱 哇這是ROG Phone裡面所有的配件 非常的多 足一的開箱 所有的配件 我們現在看到ROG Phone的本體 那這一個是ROG Phone的包裝盒 非常漂亮 那這個是磁扣設計 掀開來 哇真的很厲害 有什麼 看一下ROG Phone 看一下ROG Phone 3D曲面玻璃 後面這個是康寧第五代大猩猩的玻璃 正面的話是第六代的玻璃 採用前置雙喇叭的設計 那背面啊 3D玻璃除了雙曲面之外 還做了異形切割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機身的側面 它的側框 一般的手機是做對稱的圓弧設計 可是啊這支手機它不採用對稱圓弧設計 它是這樣削下去的 所以它在做工上面會比較複雜 比較精緻 那它為了散熱的手感 它在裡面啊它做了一個3D均溫散熱銅導管設計 那它這個銅導管啊 你看到這一支手機的背面有多大 銅導管就有多大 它會均衡的把熱能散到整支手機上面 在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Docking 這個Docking其實也是很特別 這個Docking啊 是放在這個地方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所以它在這邊設計了一個轉接Port 你直接用這個去轉接 那當你轉接上去之後 這樣夾著的時候 這邊會有一個風扇幫助你做散熱 所以你可以一邊充電 一邊替手機散熱 然後音訊也可以從這邊直接轉出來 是一個相當貼心的設計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其他的配件 這一個是Gamevice 就是遊戲的手把 那它其實出門的時候 可以很方便的攜帶 你可以這樣子就帶出去 上面各有兩顆按鍵 旁邊有搖桿 然後有上下鍵 四顆按鍵 首先這個是Gamevice的搖桿 然後它是透過Type-C跟手機做連結 它有可以支援三百多個遊戲 可以上這個Gamevice的網站去搜尋 就是它支援那些遊戲 然後未來我們也會推出就是Keymapping 就是手機的Keymapping功能 讓你就是 就算沒有支援的遊戲 也可以透過Keymapping來操控它 大概什麼時候會推出 預計上是以後 這個是Professional Dock 這兩個Dock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這個是比較輕便性的 像有一些電競玩家 底賽會限定你不能接鍵盤滑鼠 我不能接鍵盤滑鼠 可是我又想充電 又想用大螢幕玩 所以你就會可以攜帶這一組 那這一組 它有內建一個USB Type-C的充電 然後它是支援PD的 然後兩組USB 3.1 然後一組HDMI 這邊可以接Lab 然後這邊是接你的手機 華碩的這些所有配件 都可以直接這樣子轉 你就可以這樣子 直接把你所有的配件 直接再轉接出去 再來是Mobile Dock 這一個配件它比較大 它比較適合桌上行用 這是一個Mobile Dock Dock的產品 那連接我們ROG Phone 現在我們這個Phone 就是我們 有連接這一台手機 還有連接這一台電腦 那這個電腦的手機 就是透過這兩條線 Display Port 我們看Display Port 跟著電腦連接 再一條USB線 然後呢 後面也有很多Pol 所以我們不知道 後面有很多 像DP Output HDMI 然後網路口 還有四個USB Type-A的Pol 那這個Type-C是做電源 它就是電源線 一個是Miro 一個是Tribute Mode Tribute Mode 你可以幹什麼呢 就是像這一台 我們這邊一邊剝具 一邊過網 那像這個都只有 一隻手機就知道的事情 那這一個 Witch Dock 這個也很特別 這個是當你在家裡 想要享受無線的環境底下 那你就可以用這一組 這個Witch Dock 它就是一個無線傳輸的接收器 然後因為我們這手機裡面 有放EF&AD的兩個天線 然後透過這天線呢 你就可以直接跟這個Duck對聯 然後把畫面投影到大螢幕上面去 對 然後我們主打的是 20毫秒的Latency 就是一般人是感覺不出來的 就是你可以讓畫面 就是手機的畫面 跟大螢幕上面恐怖 距離有限制嗎 距離的話 最多可以在我的公室 就一般你在家裡的客廳 是絕對沒有問題 它有電視的距離 對 它有一個120度的角度 是接收範圍 那再來是這個 Tribute Dock 大家好 就是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台是我們的Tribute Dock 那它主要的話 就是下面是有一個 6吋跟手機樣子 那上面就是透過把手機插進去做一個結合 達到一個雙螢幕的一個效果 嗯 那它上下螢幕都可以雙開App 然後我們有一個scenario 就是上面可以做一個Twitch的直播 有些人上面玩遊戲 然後上面可以看YouTube 也可以雙開Game 就開一個掛網的遊戲之類的 嗯 所以大家除了遊戲之外 比如說像音樂啦 愛奇藝那種都可以 也都可以 然後它就是手機是雙喇叭 然後下面是雙喇叭 然後搭配6000mini-amp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ROG Ford它的開箱 它的右邊這邊是配件包 好 充電器 還有 傳輸線 再來是ROG Ford ROG Ford直接拿出來 在這個地方 那再來這一個比較特別 好 這一個 它是 外掛型的散熱風扇 好 那這個怎麼用呢 我們先把ROG Ford拿出來 裝上去之後 再把它扣起來 欸 這樣子你就可以 做 橫向的散熱 風扇的外型 非常好看 比較特別的是 這支ROG Ford 裡面還做了一個 比較科技感的線條 為了科技感 為了前衛 為了電競風 所以它連指紋辨識 雙鏡頭的造型 都跟很多手機都不一樣 比較漂亮一點 它在這個地方 做了異形切割 它的背面是結合玻璃跟金屬 然後這邊有散熱片 去做的造型 那你可以看到它 機身的弧度 讓這支手機的手感 跟電競風格 更強烈一點 你可以看到它的 充電孔 跟耳機孔 都位於下方 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橫向 這樣子在玩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的線從這邊跑出來 從這邊跑出來 所以ROG Ford 它之所以為電競手機 就是它全部都針對 玩家去思考 當你在做橫向的手遊的時候 你的手一定是這樣拿著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 又多設計了一組電源孔 然後傳輸孔 那為了讓你的散熱更好 所以它加了這個散熱片 散熱塊 那這邊是空冷式的風扇 你可以做主動式的散熱 加上去之後 就可以替你的手機做散熱 這樣子 ROG Ford 它本身的效能非常高 一般的手機為了求高分 所以它會把手機放到冰箱裡面去跑 安兔兔 即使那樣跑 一般的手機 採用高通S845的處理器 那樣子跑 大概多29萬分 可是ROG Ford 它跟高通談了一個超頻版的處理器 所以它在跑的時候 預設就可以在室溫裡面 跑出30萬分 當你長時間玩 都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在處理器的那個區塊 像ROG Ford的處理器在這個地方 它在處理器的溫度一定會相對的比較高 玩家握的時候手感會不舒服 當你的熱源一跑出來之後 它裡面就會透過液態的金屬 幫你把溫度平均的散在整支手機上面 那再加上這個風扇設計 透過均溫散熱 再加上主動式的空冷散熱 那你就可以在玩遊戲的時候 保持著比較舒適的手感 一般的手機在碰到溫度持續升高的時候 手機都會降頻 那ROG Ford它可以保持著更長的時間 手機因為不會發熱而不會降頻 以上是針對ROG Ford的所有的配件 包含行李箱還有一些Docking 還有DreamViewDock 那這些的基本的介紹 那各位如果對這個ROG Ford有更多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來看我的開箱文 我的開箱文會針對每一個配件 去做詳細的解釋 還有ROG Ford本身的規格功能效能 那我都會做詳細的解釋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的話幫我按個讚 謝謝大家掰掰